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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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是沈玲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天下綜橫談 最近有一個新聞 在所有的朋友圈裡面 是鬧得沸沸揚揚的喔 根據2023年MIT所公布的 學生錄取率顯示 竟然裡面沒有一個中國學生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ACI南加州 學院的郭主任公平討論一下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郭主任您好 郭主任您好 各位聽眾 觀眾 大家好 我想請問一下 其實最近這件事情 真的是大家都在討論 MIT這麼頂尖的學府 為什麼沒有收任何一個中國學生啊 我今年的話倒是蠻爆冷門的 就是說MIT的這個學校收學生 它來自於兩個階段 第一個都是early application 就提前申請 這些學生都是more than 就超越有備而來 他們都是學校裡面最優秀的學生 而且他們選定了MIT 就是錄取了 通常都要進去這個學校念書 所以它有early application 跟early decision 就是EA跟ED這兩種 那像MIT呢 他們知道他們學校裡面 大概就有很一大部分的學生 都會提前申請也提前錄取 學校就先把好學生先拿下來了 安定了 那剩下來這些名額再開放 給一般general就普通的申請 所以普通的申請很低 為什麼你說聽到哈佛大學 或者這個耶魯 Princeton Stanford大學 它錄取率就百分之百分之五 原因 因為前面的人已經把一些名額都佔掉了 所以你後面這麼多人全部進來 他剩下名額子有這麼多 你們所有人在去 大家在去拼 整破頭吧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全世界的學生 全球的學生都在申請MIT的early application 提前申請提前錄取的這個計劃 那以往的話中國大陸 你說這麼多明星高中 這麼多人口一個大國 那大家送學生進來 每年都會有一部分學生被MIT錄取 而今年爆冷門的一個都沒有 對 全部被拒絕了 就等於是說 整個提前錄取的華裔學生 他是九千多個人 將近快一萬個人是提前錄取 那大概會有七百多個人 可以被錄取的 七百多個人被錄取裡面來講 只有五個華裔 五個才是華人 五個華人這些都在美國當地的高中念書 亦是在中國大陸當地 或在那邊出生在那邊念書 學生一個都沒有辦法進來 那反言之 是不是其實如果今天 我真的想要在美國念大學 繼續在美國深造的話 我越早來美國 越早提前準備進大學 應該是更好的 是的 在這個你剛剛 沈玲你講的說 越早提前準備 很多人想說 那我就把數學早點念到微積分 物理拿到AP的課 化學拿到AP的課 這也算是某一種叫做表象的 意義上的提前準備 深層的行業提前準備是說 這個學生他在 為什麼他們被拒絕掉 他們弄不清楚 MIT是在找什麼樣的學生 而不是只是在找什麼樣的成績 簡單講就是它是找人 不是找成績 然後成績是附帶在人身上的 所以人如果這個都站不穩 你都搖搖擺擺 你再掛上 再好的成績在身上 你還是一個搖晃的人 就不穩定的人 不是他們要的人 光是這樣子一個思維方式 就會讓很多的學生會覺醒 就是說為什麼這麼多的 來自於中國的學生 申請美國的名牌頂尖大學 常常被拒絕 你想看 連高考的狀元都被拒絕了 上次高考狀元 申請11個大學 沒有一個收他 沒有一個是中的 全部都把它拒絕掉了 這完全跟我們中國 傳統的這個教育思維 是互相抵觸的 就等於是學校 當然應該錄取成績最高的學生 可是美國可能是 錄取一個最合適 最有潛力 大學最欣賞你這個學生 那樣子一個人格特質 他就是收你了 他認為你的成績 只在高中階段 然後你高中的成績 進到MIT 或者Stanford 或者Harvard 這四年下來 你的這個input是這樣子 output出去 畢業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狀態 這是他們要的 如果他們不看好這個中國學生 就是說你可能成績很好 但是你在對於社會 對人際關係 對於思考 表達力 創造力 想像力 紀律 Discipline 或者Great 毅力 還有這個抗壓性 很多是屬於抽象的因素 它不是用分數 用指標來衡量的 當他們把你放在這個裡面 去檢視你的時候 發覺你很多地方 其實沒有達標的 不足的 對 所以其實很多留學生 或者是我們說 在美國就算是土真土掌的 亞裔學生好了 我們的知識觀念就是 成績一定要比人家好 可是其實大學要找的 並不是只是成績好而已 每一個人的觀念 也許都是不對的 好 我今天成績好 這是必要的嘛 除了成績好之外 我到底應該要做些什麼 才可以真的讓大學看到我 對 你剛剛講的很好 就是說今天在大學 在收學生的時候 你要換位思考 你有時候是你在申請者 是在外面填表 填資料送件 你試試看 你做到他們的 admission office裡面 去看看當那些 在讀你那些人 他們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態 招生官 月卷官 最後決定的決策者 他們這些人看這麼多的 幾千份 幾萬份的 甚至十幾萬的表格 在你眼前的時候 那他怎麼來 evaluate 來評估你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不能用你自己 過去的經驗 來看你的未來 你應該用一個 從一個更高的一個觀點 就從大學招生官的觀點 來看這個學生 就是說不要說 我很棒 我自己覺得感覺良好 我覺得我好棒 對不對 人家看你也沒有什麼 你很common very very no more 就是一個正常的學生 那如果是普通學生 頂尖名校是不要你的 當然 他肯定要你的特色 所以在我們ACI南加州學院 在幫學生做升學規劃 輔導的時候 我們其實常會告訴學生說 來把這些攤在眼前看 然後留哪些東西 這個是你不用再提了 因為大家都有這樣的東西 不用去講 不要把你東西 像聖誕樹一樣 掛得滿滿的進大學去申請 他不要 他只要有一個東西 真正發光的 真正有影響力的 一個一個兩個就可以了 所以但是切入點很重要 你的切入點 因為有不同的觀點 來看申請大學這件事情 所以當學生覺得是說 我有做了七件事情很棒 我只能拿出一件來申請 那這件申請是從哪一個觀點 讓他切入進去 最後讓這個打動招生官 讓他心裡有所感動感觸 他覺得你好特別 你好棒 我喜歡你這樣子一個過程 我喜歡你的想法 我認為MIT加上你的特質跟努力 將來我可以打造一個 笨棒的畢業生 為學校爭光 所以這個思路 或者這個模式 你要在你腦子裡 先形成一個reasonable 就是很合理的一個架構 所以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時候 你才爬得上去的 郭主任你剛剛提到 其實不要用學生過去的經驗 去看學生自己的未來 反言之現在高中生 真的都可以舉一反十 現在科技有怎麼發達 他可以訪問你 郭主任 那你們的counselor也是一樣啊 你們所有的counselor 都是用自己的經驗 去看一個學生的未來 為什麼你的counselor 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我就不能做到這樣的事情 這裡面涉及到 一個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一個學生他自己的 他人生的經驗 他就修過這麼多課 接觸過這幾個老師 讀過這三個小學初中高中 三個學校三個校長 然後他的社工 這個範圍 可能還是在一個有局限性 而當一個好的一個專業的counselor 他可能看的人 他是看了五百個學生的 申請的資料 他已經看過了 這個是兩千個這個課程 幾百個這個校長的這個評語 然後說大學裡面怎麼看 所以當這種經驗 就是說 十年為什麼要十年磨一劍 他說很多時候 也都是細工 慢工出細活 那你這個慢工 又涉及到很多的 這種沉澱下來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你從很複雜的東西 慢慢慢慢整理整理 到最後是最精華的東西 你找到了 所以當我們的學生 在說申請大學的時候 經過ACI的輔導的時候 慢慢他會發覺我看自己看得更清楚了 甚至他們在念書的時候 所以現在他知道 他以前I don't know 他現在是講的是I know how 我知道是怎麼去做 怎麼去處理 這就是一個學生回饋給我們的 原來一個學生成績都不進步 補了補習 補了好多學校 成績老師弄不好 爸媽都覺得有問題 就好像沒辦法學好 別人介紹 來到我們ACI上課 他一上課一陣子 大概一個月兩個月以後 成績就開始變了 後來成績就慢慢 從B跟C的成績全部跳到都是A的成績 爸媽很驚訝地問他說 你究竟是怎麼樣改變這些 ACI老師教了你什麼 你知道他的答案很簡單 他是講說 ACI老師教了我這些東西以後 他說我 他就用英文講說 Now I know how 他回答是I know how How to deal with 學校的功課 How to準備考試 How to deal with teacher 他一旦說I know how的時候 這個其實家長聽了都很感動 他認為ACI真正幫助學生 找到了一個方向 找到一個亮點 光點 所以學生能力都出來了 因為說實話 在這樣的一個填壓式的教育之下 就算是在美國好了 一樣是老師在課堂上面講 學生在課堂下面聽 永遠是這樣一個比較是單向性的 這樣的一個學習方式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真的有很多學生 其實是真的是在一個 I don't know的狀況之下 我只知道明天要考試 今天要念書 要念什麼書 怎麼做筆記 甚至從哪裡念到哪裡 我都不知道 從I don't know 到I know how的這個階段 您剛剛說 您的學生花了多久時間 其實他來上課 大概在兩個多月左右的時間 他就已經悟出來了 他悟出來怎麼去應付 這學校的考試功課 他怎麼樣去把這個作業完成 其實這個東西在教育上 很重要一個字叫Enlight 名詞叫Enlightment 中文可以翻成叫開悟 就是讓你內在的一個力量 一個醒悟覺醒的過程 其實教育也就是一個覺醒 因為你不覺醒的時候 有時候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ow 所以說你就是 就fully around 毛色遁開 對 你講是毛色遁開 就突然 你一下子就突然說 我這個通了 我一通的話 就一通怎麼 就實通就是百通 所以念書沒有很難的技巧 但是在你第一個 找到這個開關 第一次讓它通的時候 是需要有經驗的人 幫孩子開關找到 打開它 就像我們每個人以前 中國人常常很愛講 以前人的經驗 他們吃的鹽 都比我們吃的飯還要多 Alright 你利用他人的經驗 來成就自己未來的成就 何樂而不為呢 家長也有話要問了 學生從I don't know 到I know how 家長說 I know how I know everything But why should I listen to you? 你是講家長說 他都知道 對嗎? 其實他自己都知道 其實知道跟你能夠做到 或者做到 知道到做到 到做得好 到做到成功 其實這還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階段 所以大家都知道 股票都可能 好像都知道 股票大概這個會漲 那個會跌 那為什麼你投資下去 又是把錢都灑到水裡去的 因為你只知道一個概括 你很精確的計算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涉入 你沒有真的很多的研究 其實在整個申請大學 它可以切成細分鐘 很多小的steps 很多小的一個步驟 Procedures 那你在大的地方 大家大概都知道 我要這些要那些 但是你要落地的時候 你要接地氣的時候 這些人就不知道了 Exactly 你有這個課外活動 你有這個captain的經驗 可是怎麼去introduce 去怎麼去寫你自己 怎麼把你學到經驗 變成一個文字的力量 傳給MIT 傳給Harvard 傳給UCRA這些學校 這時候他們就不知道了 就等於是說 看起來 看人家在做麵包做蛋糕很容易 都很簡單 你自己下去移動 可能就烤膠就發不起來 對 說不定連打幾顆蛋 要怎麼樣去拔跑 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就是這個道理 好像我什麼都懂 可是其實你根本不是在這一行裡面的 就算你懂 也只是懂個皮毛而已 當你懂皮毛的時候 你就真的沒有辦法去深入的了解到 如何去連接這個斷層 而其實大學的招生官 他要看到學生的 也就是如何把這兩個斷層中間連接起來 而這個亮點也就是連接之後可以展現出來的 只有ACI的counselor還有所有的老師們 才可以代理學生從I don't know 一直到I know how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